三百九十八级 这小子真的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啊 找死 万士林冷笑一声 等过几天确认厂子是他的之后 我便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吕总 十几亿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个小数目啊 他坚信这次要是把林雨的药厂给封了 绝对对林雨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接下来的几天 林雨便一直待在药厂里 帮着村军这边面试一批制药员工 虽然原药厂的大部分员工都被留下了 但是都是普通制药车间的 这种生机药实在是太过重要 需要另外的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员工 制药员工都是经过特殊的面试 而且家庭关系呀 出生履历呀 都是登记在岸的 防止他们泄密 凡是能来面试的 都是经过大药企推荐之后 部队正审过关的 面试的车间里 至少有一个加强牌的兵力在站岗 合枪实弹 据村军说 以后这个车间就算是投入了生产 这些人也要留在这里站岗 巡逻 而且制药员工上班下班都要经过检查 以防他们将药膏夹带带出去 至于这帮的士兵 林雨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自行支配他们的任务 好在这处车间位于厂子的角落里 算是额外规划出来的一个特定地带 对厂子里的其他车间并无影响 来面试的工人虽然早就接到了过通知 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看到了这个驾驶 内心还是有些慌乱 回答林雨的问题的时候 小心无比 一口一个长官叫着 起初林雨也绝对有些不太自在 但是过了几天下来 习惯了 林雨这边如火如荼的 万世灵那边也没闲着 每天都来到医院帮黄海平 针灸药救 倒也算是出有成效 万神医啊 你真是在世华佗呀 不知道我夫人这样下去 大概多久能好啊 屡孝瑾典兴胜质薄勃地问 与总别太担心 应该是一到两个月之内 便能够见效了 万世灵自信地说道 太好了 太好了 吕孝瑾笑得合不拢嘴 连连点头 对了 吕总 最近有关于何家荣的事 您知道吗 万事灵剑 吕孝瑾正在兴头上 便适时地 把林宇收购药厂的事 抖出来 哦 何家荣 这小子最近 又折腾出什么动静了 吕孝瑾眉头一皱 一提起林宇 他心里就来气 哦 您不知道啊 这小子不做医生了 开孩儿开了制药厂 前段时间刚刚收购了 一家大型的制药厂呢 万事灵急忙说道 什么 收购了大药厂 就凭他 吕孝瑾颇有些意外 我也没想到 但是我查过了 确实是他收购的 整个药厂 全部都记在他的名下 万事灵 天有加醋地说道 不瞒您说 药厂被收购的那天 我儿子和孙子 正好过去谈事 听到他和别人 诋毁您来着 只不过 就和他争执了几句 结果被他叫报案赶出来了 还差点被打伤了呢 万事灵 故意把吕孝瑾也牵扯进来 他就是为了挑起他的怒火 什么 诋毁我 吕孝瑾双目一瞪 怒声说道 这小崽子真是火腻了 可不是吗 他当时还在那儿吹呢 说什么 你把他的药罐封了又如何 他照样能开一家大药厂之类的话 万事灵 有些无奈地叹口气 唉 现在的年轻人哪 有点资本变张狂 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 哼 放心吧 反了他了 老子能封他的医馆 也照样能封他的药厂 吕孝瑾果然被万事灵的话激怒了 心仇旧恨呢 让他愤怒地有些无以复加了 说完他直接掏出了手机 给手下人打了个电话 唉 老傅 你马上叫上食药的分主管老孙 替我去查一下何家荣新开的药厂 我认真查 仔细查 一分一毫都不要放过 一旦有什么猫腻 立马给我封了 是 您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老傅兴事淡淡地保证 他哪能听不出吕孝瑾话里的意思呀 就算何家荣的药厂没什么猫腻 他也能制造出猫腻来 所以说 何家荣这药厂今天是封定了 挂了电话 他便叫上了孙主管 按照万事灵提供的地址 带了一帮手下 一起赶往了林宇新收购的药厂 妈的 敢跟吕总交板 找死 孙主管冷冷地说道 他跟吕孝瑾 可是能扯点亲戚关系的 走动过几次 吕孝瑾便帮他打点了打点 让他混到了主管的位子 所以一听到吕孝瑾的事 他自然丝毫不敢耽搁 何厂长 何厂长 打扰您一下 林宇正在对员工做面试 药厂先前的总经理 便匆匆忙忙地跑进来 看到了一帮核枪实弹的士兵 吓得缩了缩脖子 小心翼翼地冲林宇喊了一声 好 随经理 怎么了 林宇招招手示意他不用害怕 随经理赶紧走过来 躬身说道 外面来了一帮食药方面的人 要查我们的批文 查批文 那给他们看不就完了吗 林宇纳闷说道 咱厂子过户给您之后 批文就失效了 随经理为难说道 长官 批文在我这 我忘记给您了 村军赶紧起身 吩咐人把公文包拿了出来 接着将批文递给了随经理 我们药厂 走的是部队的特殊批文 不需要经过石药这边 你把这份批文给他们看看 他们以后就再也不会来查了 走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林宇犹豫了一下 说道 他总感觉到这帮人来得有些蹊跷 自己这场子刚刚收购过来 怎么这帮人就找到门上来了 这也太巧了吧 好 那感情好 随经理赶紧带着林宇去了办公楼 只见十几个身着 身蓝色制服的男子正站在楼下 旁边几个药厂的保安给他们递着烟 他们全都白白手 接都没接 副队长 孙主管 来抽根烟吧 保安队长点头哈腰地给两人递烟 老子是来办公室的 不是来抽烟的 副队长一把把他的手上的烟打掉 冷声说道 你们厂长怎么还没拱过来 是不是压根没屁纹 吓得跑了 林宇看到副队长之后 一眼就认出来 当初就是他亲手撕了自己的医师资格证 林宇心想这事果然没这么简单 看来是吕孝敬得到了消息 叫人来整自己的 哟 何家荣啊 真是巧啊 怎么 这场子也是你的 副队长看到林宇后 故意装出了一副吃惊的样子 副队长 演技不错 林宇笑眯眯地说道 你本来就是冲着我来的吧 你算个什么东西 老子凭什么冲你来 副队长脸一沉 冷声说道 甭废话 赶紧把你们药厂的皮文拿出来 你是卫生口的 你好像没有权利管 我要厂的皮文吧 林宇皱着眉头冷声说道 那我有权利管吧 孙主管背着手 挺着身子站起来 上下打亮了林宇一眼 冷声说道 你就是这家药厂的厂长 你们的皮文 麻烦出示一下吧 你是 食药口分主管 孙主管背着手 傲然说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